沒錯 你看這個買何一宅 就是我們說何一宅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不動產重災區 但它不是因為 不動產景氣的影響 最主要的直接導致 是它本身的品質 看起來好像就有狀況 你看福州何一宅 之前去年傳出來 不是說糧住回損 然後又有漏水的狀況 很多住戶抱怨 甚至很多人退訂 乾脆它不交屋 所以福州何一宅 狀況確實是有點嚴重 你看它這個部分 這個福州何一宅 它也在進行所謂結構補強 預計是在明年的 這個五月份的時候結束 但是現在最大的狀況是 已經有人把它拿出來法拍了 它補強的時間 比它蓋的時間 照這個補強速度 還比蓋時間久 因為它需要時間來修復 表示說它有一些主要的工程 可能真的比較敏感 我買了一台汽車 花了三個禮拜做好 就修車去修三個月 這什麼爛車 買一個手機 一個禮拜做出來 就送回原廠修 休一個月 這什麼爛手機 福州何一宅不就變成 所以你就會發現很多人 跑去新北市政府投訴 他到最後也是要回去 找建商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他的狀況就是在於說 他出了狀況之後 很多人對他已經沒有信心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一個 很大的市場狀況跟反應是說 何一宅也不過才蓋好 郊屋沒有多久時間 已經有法拍屋出現了 你看這一個法拍屋 它的第一拍的價格是 台幣1300萬元 但是這個是福州何一宅的狀況 我們沒有想到是另外一個 桃園歸山的A7何一宅 也出現法拍屋出現了 你看它有幾戶 有兩戶在法拍 其中一戶是在10樓 它的拍賣底價是560萬 但是世光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福州何一宅 還是第一拍 這一個桃園歸山的A7何一宅 這一戶已經是第二拍了 它另外一個位於13樓的物件 也是要準備要在明年的1月 進行第二拍 它的底價是992萬 所以你從它的法拍狀況 大致上心裡就有譜 就是說很多人確實對於 何一宅打一個問號 信賴度其實是不高的 這個何一宅本來就比較 給中低收入或年輕人 來做當時的一個競標 其實當時是搶翻天 現在是搶翻天 搶翻天想辦法賣掉 是 而且還賣不掉 因為其實你說 領口那一梗是因為法拍 可以突破5年的限制 什麼意思 就是領口是規定 5年後才可以轉售 對 領口這個5年之後 我法拍掉馬上就可以 明天後天後天就馬上賣賣了 對 所以法拍可以突破限制 可是當初在標領口的時候 就有一批投資客 摩拳擦場找人頭去標進去 所以他要轉手 他可以跳出 他用法律手段 對 用法律手段 跳過這個5年的限制 然後就被洗掉 那當然其實 所以正常的像我賣賣不掉 慈賴你動你的手腳 你故意簽一張本票 給青皇1500萬 那還不出來 青皇拿去法拍 你知道嗎 這一件搞不好是被人家誤拍到 就是說原本做好是 我要5年賣對不對 我跟你 我借錢嘛 我要賣給你嘛 所以我要設局就是讓你拍到 這個沒想到 豔利跳進來高價買下去 是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 本來像國宅都有限定 5年不能移轉 可是有人用一些法律的漏洞 是 那當然我就是覺得 如果他要轉售的話也不容易 你要想 他賣起來已經快20萬了 對 何宜宅 拜託 這些何宜宅蓋起來 都有瑕疵的新聞出現 各位回去上網 Google一下都可以知道 那你花錢買 你買來比市價也沒有便宜到多少的房子 不見得好住的 你去買那房子幹什麼 而且你說那個林口 5年後就可以大量的轉售了 那個量非常大 對 那你說你也怎麼太到便宜 太不到便宜 那你不要講 3年後還有4大約 所以說這種大社區 基本上一旦下去就上不來 因為大社區 也像那個新店在山上的 以前東地市蓋的那個大社區 其實環境不錯 名人也不少 可是價格上不來就上不來 因為量太大了 永遠有人會打九則滿 對 而且除了量 林口的量是很明顯 你不要想說林口奧類什麼的 那些利多都不是利多 因為林口的市大運還有3千戶 所以整個加起來是 有6 7千戶的便宜的房子在這兒 那你更不要講說 其他建商還在旁邊虎視眈眈 因為他們也在拋售少 所以林口如果你真的要去 因為這樣子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絕對貪不到便宜 是 那再等幾年 林口就要等一等人家 真的變合一宅 要等到市大運的房子 通通租完了為止 好 我們看 現場說我們看到 事實上的法牌市場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現在這個法牌市場越來越熱 這個熱不是買家多 是出來的案件越來越多 這代表什麼現象 其實有一個現象 我覺得要觀察 就是說通常這種合一宅 國宅出現的時候 大概都是房市的尾巴的時候 那在這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如果它周圍的行情 修正的狀況 比它原來這個合一宅買的 價格還便宜的時候 世光你覺得會出現什麼狀況 你覺得這些人要不要交房貸 當然不要 對 所以到時候 會不會有更多的合一宅 流到法牌市場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觀察指標 本來是為了照顧中低收入 或年輕年成家 結果反而變成一場 他們最最最慘痛的 可能一出社會 不到五年 十年 不僅把頭期管賠掉 而且背一輩子的房貸 對 就像你剛剛講 那是一輩子的房貸 所以當這些周邊的房價 比如說像桃園歸山 周邊的房價開始修正的價格 比它原來合一宅 所成購價格來得低的時候 這個時候法拍的狀況 它有可能 在合一宅法拍的狀況 可能是變嚴重的 是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合一宅的變化 到底後面的發展會如何 因為特別是我們看到 這個合一宅的問題 真的非常多 因為當初這個政府不見得 是用最有力來標 所以最有力標來標 所以事實上這個建商 第一個趕快 然後政府希望趕快當作一個 政策的業績 為了應付選舉 大家都快 都快 那買合一宅的 終於成家了 我也希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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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就出現了一個 不該快的結果 就是品質 可能打折扣了 你看 這是一個S小姐 她也是一樣 很年輕 跟她的先生結婚之後 希望有自己的家 所以小良口抽到合一宅的時候 很開心 但是問題是你買下去 你的房貸也絕對年輕人來說 其實也不會輕 因為他們薪資普遍都不高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 這小良口看一看 這周邊的案子的行情 大概是二字頭左右 老公寓大概是17萬到 一坪20萬左右 那他看一看 合一宅一坪15萬 OK 好像還不錯 所以就跟老公買了之後 抽籤的時候一開始是很高興的 結果沒想到成購了 看起來快要交惡了 開始裝潢了 裝潢了之後沒想到 才是噩夢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他買了之後 當然你知道人對房子 會有很多自己的想像 想用自己最想像中 最好的方式去裝潢這個房子 沒錯 這個S小姐也是一樣 所以他在窗戶邊 他用的是他很喜歡的木製地板 因為世光臉上木地板 看起來很有質感 所以他也是一樣 在窗戶邊用木地板 結果沒有想到什麼 今年就是交屋前 碰到颱風 他入住了之後發生什麼 遇到颱風出現嚴重的 漏水的狀況 那漏水的情況 你知道水滲進來之後 你的這個地板 然後你的踢腳板那邊會怎樣 就發霉了 那發霉了之後 當然住戶怎麼樣 直接找建商 說你們怎麼會弄到漏水 才剛交屋新房子就漏水 怎麼會這樣子 當然問建商 結果你知道建商怎麼回S小姐嗎 建商竟然回他說 窗戶旁邊不能做木頭地板 這是常識 難道你不知道嗎 那裝窗戶要幹什麼 裝窗戶 在這個房子裝窗戶的目的 好像只剩下剛剛史未講的 避免人家看到你挖鼻孔而已 他連防水進來的能力 好像都沒有了 對 那就不要做窗戶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就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發生的狀況 不是只有S小姐這一戶而已 S小姐更氣的是什麼 因為其實你知道買這個合衣宅 當然你看房價一坪15萬 似乎好像比周邊便宜 可是他告訴你說 你要買合衣宅 你就必須要買車位 特別是像他有通勤需要的人 他一定要買車位 結果車位的價格 你要知道合衣宅車位定價 他是房價每坪單價 比一般外面住宅便宜 但是車位價格沒有 沒有跟外面一樣便宜 搞不好還比外面貴了一些 所以對他們來說 實際購買價格 並沒有比真正市價差太多 所以對他來說 花了這樣的錢 買了這樣子會漏水的房子 但是還要背每個月3萬多塊的房貸 重點是被你規定的一定的年限之內 你還不得轉售 所以你說S小姐心裡是不是很悶 他當然覺得很悶 是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合衣宅變大麻煩 因為第一個 你可能買個八折價 可是有個條件 就是你不能動 你不能動 所以我們看到這合衣宅很麻煩 因為蔡英文政府 還包括柯文哲 未來幾年要大量推這種 類似社會住宅 所以我們常被騙 就是像木柵什麼新隆國宅 租給人家都說好棒 為什麼政府賣給人家都是好差 這未來推20萬戶 不是 這是這些建商黑心該死 因為大家都知道 林口何一宅跟福州何一宅的問題 然後有署長被關了 有建商也被關了 但是關了中間建商 還繼續回來嗆政府 就是這種的建商我們當然唾棄 可是如果你不唾棄也沒有辦法 那你不會講說 林口何一宅四個社區 有兩個社區上網 把他們漏水的情況 跟大家講說 我們跟瀑布一樣漏水 只是下個長雨而已 兩個社區還不敢講你的名字 那這時候營建署在幹什麼 營建署只能說 我們負責協調而已 這什麼話 對不對 營建署你負責這個案子 你當然要是幫這些弱勢的團體 去爭取 就是叫建商把它立刻修復 那當然福州那個是斷糧的問題 地下是糧都斷了 我有問過一個結構技師 結構技師 真的很扯 不是 你知道結構技師怎麼說嗎 我說那個斷的糧你敢住嗎 你是結構技師 你敢嗎 他說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不要這樣害我 什麼叫好朋友 那些結構技師也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都熟 他們敢去保證說 那個社區可以住 那就這樣子了 他叫我不要去問他說 他敢不敢住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就像你講的 花個兩年蓋 然後還要修人這個樣子 修成20年 是 我覺得這一件 這真應該就編型下地 對啊 這結構兩出問題 雖然按照科學的方法 是能夠把它修好 可是觀眾朋友一樣 黑心油當初也是用科學的方法 變成石油油 所以到底這個梁柱斷了 那假如一旦倒塌 一旦大地震 到底算誰的 這個是大麻煩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群 這個辛苦的中低收入部 或青年成家 進入迴展 進入一個永遠安眠的 套牢的名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